你的言語 在我上台 何等甘味 在我口中 秘密更甜 在這張講道裡 摩亞人不能逃離上帝的懲罰 摩亞是位於猶大以東 死海以南 一片肥沃的平原上 很可惜 他們兩者之間 本來彼此是親戚關係 但恩盡之後 彼此是為仇 在我們靈修之前 讓我和他同心祈禱 天父上帝求祢幫助我們 藉著我們的話語 使我們成勝 因為我們知道 祢的話語就是我們的亮光和幫助 好使我們知道 祢藉著的話語 由我們生命中得到更新 以上我討告 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命 阿門 以賽亞書 第十五章 上帝要毀滅摩亞 論摩亞的默事 一夜之間 摩亞的阿義變為荒廢歸於無有 摩亞上到神廟和底本的憂壇去哭入 他恩尼波和米底巴哀嚎 各人頭上光托 胡蘇替靜 他們在街市上腰束麻布 都在房頂和廣場上哀嚎 淚流不停 棄實本和伊利亞利夫哭 他們的聲音達到瓦雜 所以摩亞的士兵高聲哭叫 他們的心賤經 我的心為摩亞哀嚎 他的難民逃到所以 逃到伊基拉、斯利斯亞 他們上老希波 隨酒隨哭 在河羅念的路上 因毀滅發出哀聲 凌臨的水乾擴 清草庫幹 亂草死光 清綠之物一無所有 因此 摩亞人所得的財物和積蓄 都要混過柳樹河 哀聲遍傳摩亞四景 哀嚎的聲音達到伊基連 哀嚎的聲音遠及彼耳已淋 底門的水充滿了血 然而我還要加添底門的災難 讓獅子追上魔鴨的難民 和那地聖餘的人 一夜之間 魔鴨變為荒廢 歸於無有 可見 上帝的懲罰是宋速的 宋速的毀滅魔鴨這個地方 從戰略來說 是速戰速決 和經文看回 當時摩亞的百姓非常苦 眼流著痛哭的眼淚流過不停 心戰方懼怕 而後便發出一種哀鳴的聲音 表達失去家園的痛苦 連摩亞的大地 草都沽光 青綠的地方一無所有 這種光景 可說是慘不忍導 這就是上帝對摩亞的懲罰 摩亞人看見自己的家園 因為上帝的懲罰之下 已經毀於一旦 慘不忍導 他們只可以發出一份哀痛的聲音 全國的哀痛之下 當時先知以著眼看見他的景況 見到摩亞人的遭遇和不幸 他便發出一份憐憫的心場 按照聖經所說 我的心為摩亞哀哭 先知有這樣的心場 就證明他不僅愛以色列國 他還愛周圍的輪郭 看見這個心場的時候 他願意與哀痛人去同哀 生命是短暫的 人沒有辦法去控制自己的生命 按照經文所說 但一夜之間 摩亞都變成廢墟 歸於無有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活在當下當中 在當下裡 我們要珍惜和家人的相處 因為彼此的相處不是必然的事 我們要好好地在相處當中 彼此的建立 另一方面 活在當下的你 究竟有沒有為自己定下目標 一個人有清晰的目標 他活起上來的更有意義 故此我希望大家 能夠在你的目標上清楚的 第一 去榮耀神 第二 為自己定下目標的時候 我可以為這個社會 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 最後 我會覺得 當我們活在當下的時候 我們有目標 要珍惜我們的親人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常作檢討 令我們的目標更清晰 導向更清楚 以致我們所跟從的原來的目標 是我們耶穌基督的心意 請我們成為了耶穌中心的牧人 莫亞是阿伯拉罕的侄兒 羅德的侯蕊 他們兩個族群甚少來往 故此成為了後來彼此為首 他們沒有爭著血緣關係 更加密切 反而是在當中互相的猜忌 今天我們看看 我們教會的生活裡 我們可否藉在這個 摩亞和阿伯拉罕的後裔裡 看見一些訊息呢 原來我們身為教會裡的一份子 有時候我們回到教會 認識了好像很多年的弟兄姊妹 但是我們沒有什麼教會 沒有什麼深度的認識對方 這個我們需要檢討 第二方面 我們回到教會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想過 原來周圍身邊 有些同性的夥伴 可以成為你寧情的物友呢 讓我們大家當中彼此的交往 連結在一起 在屬靈的生命上 彼此的同行 再者 我們教會是要說彼此的合一 但今天看見教會 分團分組很仔細 但我們有沒有想過 既然一家人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同心 去做一件的事情 為著得著美好的事 建立教會 使教會脫葬成長 如此我們要多付出時間 去關心教會裏面 一些的朋友和弟兄姊妹 今集背重的金句是 論魔鴨的物事 一夜之間 魔鴨的瓦義變為荒廢 歸於無有 一夜之間 魔鴨的瓦義變為荒廢 魔鴨的基義變為荒廢 魔鴨的基義變為荒廢 歸於無有 《二塞亞書》十五章一節